近期除了有全新盤應是 發展商都趁勢以招標形式推售貨美單位 相反二手釋放轉躍 晚安商有個別業主蝕過百萬離牆 元朗四月有新盤入伙 至今錄得三十多宗租務成交 部分回報有大約兩尾 歡迎收看《日日有努力》 我是吳彩營 近期一手釋放明顯比較旺 發展商都趁勢推出貨美單位 涉及天水圍、屯門等多個新計盤 以招標形式推售 近期幾個全新盤推出市場 不少貨美盤趁勢分一杯羹 推出單位招標或新增優惠給客 新地期夏天水圍 Wedland Seasons Play 第二期 星期五上載一張新的銷售安排 自下星期二起推出六伙單位招標發售 來自別墅RV2的三房和四房單位 萬科香港旗下長沙灣連方一 星期四加推新一張價單 涉及16伙 來自5至22樓的H室 實用面積劃一232呎 至實價大約514萬至628萬 測價大約22100至27000元 項目也公布新一張銷售安排 在下星期一起招標其中九伙 另外 恆地旗下粉嶺北 One Inval Cabana 也在下星期一起招標發售39個特色單位 實用面積近160至大約1050呎 戶型由開放式至四房 連花園天台或平台 同系的屯門地獄 也上載新的銷售安排 第一期地獄金灣和第二期地獄星圖 合共推出四伙特色單位 由下星期三起招標 代理表示 不少貨美盤積存大單位 近期趁勢推出市場 有貨美盤也新增優惠給客 五礦地產的油塘惠南東岸 連同指定地產代理推出優惠 購買指定單位的買家可以獲得禮券 5月截至25日 一手市場暫時錄得大約1,000宗成交 和上個月水平差不多 一連三日長假期 未有大型全新盤賣樓 代理預計最終全月 可以達至大約1,200宗水平 無線電視何止山報導 整體二手市放轉躍 以晚安三為例 今個月以來的成交減少 個別業主更加要蝕過百萬里長 發展商積極推售新盤 加上市場觀望息口去向 近期整體二手膠頭明顯放慢 以晚安山區為例 5月至今暫時錄得65宗二手成交 只是佔4月93宗的大約七成 而根據有買入價紀錄的成交 也不是每宗交易原業主都可以賺錢離場 其中一宗可以獲利的交易 來自營海星灣域 一個17座高層衣室單位 實用面積近500呎 屬於兩房兩廳連儲物室間隔 原業主在半年前放盤 當時開價880萬 其後累積減價近40萬 最終有買加以841萬承接 赤價近16900元 看回原業主在2015年中 以721萬救入單位 持貨8年賬面獲利120萬 其內單位升值近1成7 算是近期賺幅比較大的成交 反觀部分在2018、19年 即是接近樓市高峰期入市的業主 就隨時要選手 好似同區的新港城 今個月暫時錄得大約9宗成交 當中包括F座中層零八室 一個實用面積大約550呎的三房單位 業主最初開價880萬 其後有一名換樓客欠舊 經移價之後減價28萬 以852萬成交 實用呎價15500元 原業主在2018年5月 以840萬救入單位 持貨大約5年 賬面雖然可以獲利12萬 但扣除雜費 就有機會盜竊離場 同期另一宗成交 更加要虧過百萬 個案來自雲海融海苔 而坐低層衣室 實用面積大約590呎 屬於三房開職 去年9月要價1,020萬 結果在放盤9個月後獲得欠舊 最終以935萬逆手 實用呎價近1萬5800元 原業主在2018年 以大約1,110萬一手救入單位 時隔5年上面要虧175萬 不過代理估計 當時一手買入單位 應該會獲得現金回贈 所以實際損失或會有所減少 無線電視何止山報導 4月起陸續入伙的元朗The Yoho Hub 區內代理說屋苑租賃方面 無論是中數和回報率表現都算不錯 新地旗下元朗The Yoho Hub 自2021年12月起銷售 並在今年4月起陸續入伙 代理表示 業主在2月開始將單位放租 並在上個月開始錄得租務成交 至今錄得31宗 平均尺租大約38元 代理認為表現算是不錯 因為其實一般我們Yoho系列 或者我們元朗站的原線物業的 每個月的租務成交 都是大約10宗至10多宗 而今次去Yoho Hub 可以在一個月裡 可以有30宗的成交算多 元朗站附近的Gran Yoho Yoho Town和Yoho Meet Town等屋苑 5月平均拆租大約32至34元 比較舊的屋苑 例如新元朗中心就大約29元 反映對Yoho Hub高大約1乘1至3乘1 參考其中一宗一房租務成交 屬於一座中層F室 實用面積325呎 月租13800元 至合尺租高達42元 以業主在去年12月的買入價 大約736萬計算 可以享有2離2的租金回報 再抽出部分2房至4房單位計算 回報率大約1離7至2離 其中只有1離7的3房單位 一座中層D室 實用面積大約870呎 月租27500元 拆租大約31元 現時整個屋苑有近80個放租盤 盤員集中在2房和3房 4房供應罕有 只有2個放盤 無線電視 何芷山報導 先休息一會 回來營舍潮流 參觀山頂加烈山道一座洋房 外望開揚景觀 來攏開職又是怎樣 回來節目時間 山頂的洋房放盤量極小 交頭疏落 就好像參觀屋苑群落居 過去十幾年都沒有成交 最近有業主就將陽房很有放售 質素是怎樣的呢 我們一齊看看 我也要開始 起訴 這個 這個 我們 我們 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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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頂除了本地富豪希望可以買到屋或公屋之外 內地富豪經常會聞山頂的物業資料 他們希望可以買到全球知名的地點 這個位置的私隱度很高 看出來的景是很美的 很優靜的一個南區海景 室內的實用面積是很高的 所以房本也很難得 配套方面 陽房附設有蓋車庫 可以拍到兩部車 大約10分鐘的車程可以去到中環 駕車大約4分鐘 在太平山頂救密中心都可以解決日常所需 窗戶失收引致危險後果可以很嚴重 業主應該定期檢查保養 不至於窗戶在裝之前 其實都要檢驗清楚 當中包括什麼細節 我們一起看看 無論是遵從政府的強制驗槍計劃 由於或裝修家需要更換雷槍 當窗戶送到單位而還未安裝的時候 作為業主應該先謹慎驗收和檢查 首先要知道窗戶是否全身 可以旁保護貼離分辨 其實正常窗戶送到來的時候 大家都會看到窗戶是會有一些保護紙 其實整隻窗戶全都會保護 甚至窗線這些位置 也會有一些白色的保護紙 通常安裝的時間都未必會即時會撕 直至安裝完成的時候 到時工程公司才會把這些保護紙撕掉 還要檢查窗戶是否自己所訂的款式 特別留意厚度、尺寸 香港一般匯窗用到50尿 50尿的意思是指窗戶的厚度 5cm 用料會比較厚 放鷹泥、放防水料的時候 也會更厚 對窗戶的防水是更好 一般工程公司送到單位時 護主可以檢查是否符合自己的要求 然後就要看清楚每個組件 康Sir說最重要是檢查 會影響到窗戶穩固度的窗戶和螺絲 這就是影響窗戶安全性的問題 齊不齊的,是否有三顆 甚至窗線這個位置、頂這個位置 也需要齊三顆不手的螺絲 或是不手拉釘 至於這些黑色膠條 都是窗的重要組件 沒有它們,窗戶就會關不住 這裡有一些內外的防水膠條 其實四邊也會有 這四邊究竟是否齊全 玻璃和窗框之間 這玻璃也四邊有玻璃膠 要看玻璃膠有沒有披口 有沒有隙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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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玻璃膠是用來鞏固這玻璃 而且也會影響 例如下雨的時候 會在玻璃膠裡滲水入窗框裡 還要按一按,確保它們沒有變硬 好像一些沒有問題的膠邊 或是一些健康的 它可以屈折或按下去的時候 都很有彈性 因為兩邊膠邊夾著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防水和隔音的作用 而一些用得很久的 已經變壞了膠邊 就像這隻一樣 其實屈折也沒有彈性 按下去的時候 都已經硬化了 這些已經沒有防水和隔音的作用 不要忘記檢查手柄 開合的時候 上下部件有沒有同時動 要確保手柄旁邊的拉桿沒有斷開 或者鬆了螺絲 而這隻窗安裝完成之後 康Sir也建議業主要檢查一下 這隻窗是否鞏固 和工程公司合談的施工是否一致 其實窗在用了一段日子之後 難免會出現老化 常見的問題是入水 要避免打風下雨的時候滲水入屋 在風和日麗陽光普照的日子 業主更加應該未遇籌 主動檢查窗的功能 有幾個位置要特別留意 其實一隻窗常見會滲水的情況 就會是這隻窗打開之後 外面四邊的玻璃膠 因為這四邊的玻璃膠 經常都是日勢如臨的 所以膠邊老化了的時候 它就會和玻璃有分離的情況 會裂開了 當你颱風大雨的時候 因為這塊玻璃關上窗的時候 它是正面吹過來的 所以雨水會經過一些爆裂的玻璃膠 就滲入窗線裡面 然後就會在這條鋁條 有一條邊位有壓線 它一直流流到底這個位置 就會在這些邊位的隔口的位置 它就會流入屋裡面 就會看到水在湧流進來 就會出現一個窗台 好 如果內外的防水膠條老化的時候 它沒有彈性 變成關窗的時候 它就不夠貼近 出現的問題就是關窗後 一些這麼厚的卡 都可以很隨意放在裡面 很多空洞的位置 所以變成打風落雨 風壓勁的時候 就會在這些膠邊 老化的膠邊裡 就會在這個位置入水 到時你看到水就在 有些水珠一直流下去 除了留意窗框周邊的膠條之外 窗膠如果用得久了 都會影響它的功能 譬如像這隻窗膠一樣 它已經有一定的年份 所以它的窗膠有少許變形 有少許斜了下去 導致關窗的時間 它因為向前的位置 洞窄位就會闊很多 如果抬風的時候 水就會從底裡 經過風壓進來 這裡就會滲出水 今集先看到這裡 一個三百多呎的單位 原則劃分廚廁、房間等等 還外連特色平台 業主希望閒時用來做度假屋 但原來每一次 都要住成兩個家庭 總共六個人 如何透過室內設計 滿足業主的要求呢 敬請留意下一集家居自負 炳災 最後一回見 這一次 最後一回見 還有一回見 拜拜